我們會為大家一一解播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7月9日星期二,時間來到下午4時10分 我是Renny,趙聚 歡迎大家來收聽我們今天下午的健康大數據 在電話那邊,有庭還有很熟悉的趙波斯 採谷東離下,幽然見南山 奸戲日夕階,非了,雙與橫 始終有真意,欲變,以望言 這一首是我們著名的魏晉時期詩人陶淵明 飲酒其午,一首是 意思是在東邊的泥爬之下 採摘菊花,幽然之間 遠處的山河,映入我們自己的眼中 很熟悉,很淡薄的樣子 這些字句很簡潔,很明了 語言優美,見到詩人採谷之時 其實是那種拋除了繁殘的紛擾 心情舒暢 今期我們節目也由這裡開始 是不是?趙波斯 趙波斯就給我們一個話題 現在如果我們可以有條件來自給各自耕種 我們會有幾個不同的生活呢? 譬如說我們後一裡面 如果真的有自己種的一些蔬果 我們亦懷著一種採谷東來下 幽然見南山這樣的心境 究竟對於我們的健康 會不會有一種正確的影響呢? 好了,我們有時間交給趙波斯 我終於說到 回到這裡了 回到家裡辦公室那時 你也知道 聽開這個節目就知道這幾個星期 所有香港的朋友 聽開香港那邊的節目 和美國這邊聽開 和我和趙瑞也都知道 我每天都在外面吃飯 哇! 每天在外面吃 不知為什麼 是要加很多防腐劑 醬油呀 蠔油呀 不如這樣說 鹽油糖呢 就一定的了 無論你是西方吃法 還是東方吃法 鹽油糖 但是它不是這麼簡單 它要做到自己是不同些的 所以特別多些鹽和多些糖 甚至呢 分分鐘那些鹽呢 就不是只有鹹字的 有少許微精啊 就是令到你會覺得吸引 還有 為什麼出去吃呢 這麼吸引呢 要給錢的嘛 那你說為什麼這麼吸引呢 會不會健康些吃呢 多些會不會健康些 這些數據全部都是 顯示到 就是在外面吃呢 當然要看家裡住些什麼 但是呢 外面吃絕對是多了防腐劑的 還有多了很多花筍在裡面 對身體是有影響的 排斥的影響 血的質素的影響 甚至營養的影響 啊 為什麼我們人類 還要這麼多時候出去吃呢 因為出去吃 好像覺得被人在服侍 哇 立刻做了皇帝 皇后皇帝在外面吃 但是怎麼知道呢 當我們去量度 不會馬上的 不過一段時間 我們量度 身體就發覺 這樣又高 那樣又有問題 那怎麼搞啊 這些長期的病 你活得夠久呢 就一定有些長期病的了 不是老人痴癌 就可能是糖尿病 肝不好 或者甚至是 血壓 心臟 啊 塞下淋巴 很多事情會發生的 但是怎麼來的呢 這些東西 你看回 就通通都是 跟我們出去吃的東西 因為我們始終人家吃的 就算你吃一餐 都要吃一餐 你吃三餐 就要吃三餐 外面的防腐劑 做下去就有個問題 那這個是一堆數據 不是做了一兩年 做了是 五十年又多 就看到呢 家裡自己煮 如果再著重了 質素 著重了 鹽油糖 但是呢 不要那麼多糖 又不要那麼多鹽 鹽呢 又買一些好一點的 那些糖呢 又買一些好一點 又啊 更加 煮的時候 不要煮到它那麼熱 不用去到炸 煎呢 煎也是很熱的 煎 大家知道煎有鍋氣 煎也可以有鍋氣 但是炸呢 跟煎呢 就個分別都看 都想到想到就是 炸是要放在油裡 整整整整一輪 還有 油的感 要用那麼多的油 的份量那麼多呢 當然希望炸到它 油不要 都把食物都淹了 要炸久一點 它才去到脆 油才會飛走 但是 雖然少些油 黏著食物 油藍藍 沒有人吃 但是那樣東西 又煮得熱了很多 它經過那個熱的過程 熱到透了 吃都吃到脆了 水分也都沒有了 那你說會不會傷身體呢 就是會了 那我這段日子呢 剛剛回家 我就寄了給趙蕊 我家裡 我臨走之前 我所有的植物 是由一粒種子裡種起的 我就搬了它出外面 因為我是一個研究 手托了我做一個研究 關於如果要在家裡種植 究竟這東西會種什麼呢 看看種什麼 原來種 某些菜 吃下去 會對身體特別不同的 然後 我既然要走這麼久 我沒有可能 遙遠地去管它 搬了它出外面 既然呢 它全部都大棵了 有些種子 我就撕在泥土裡 剛才給趙蕊看到 全部都是生菜 成五五十棵 生菜 那你想想 這些呢 就再去多一步了 就是除了在家裡自己煮 就是自己種了 一粒種子都發出來 那又會怎樣呢 我又發現了 就是在外面買的菜 就算一棵蔥那麼簡單 一棵蔥呢 不知道為什麼 在家裡摘的那些 可以等很久 在雪櫃裡 等三個星期都更新鮮 在外面買的那些 不夠過幾星期就煤了 開始有些問題了 那你就會說 為什麼有什麼分別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生菜也是這樣 其他東西也是這樣 那你就會 如果吃了下去 有沒有分別呢 這個 有沒有分別 曾幾何時 我們大家的分別呢 會不會長命一些呢 吃東西會長命一些 但是現在大家 開始看數據看得很不同 就是長命沒有用的 長命 如果是周身痛 又周身無蚊 或者沒有快樂的 又是有問題 那快樂這件事呢 原來跟痛有關的 經常痛著起床 怎麼快樂呢 所以 就是要令到身體不痛 和舒服地 有那種時間 心境也好 就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說自己種 和自己煮 有沒有關係 嗯 嗯 OK 自己種自己煮 自己動手 就好像我剛才 和大家讀的那首詩一樣 來自我們 陶淵明 大家知道 他是一個 魏晉士奇的一個隱士 幾乎是著名的文學家 他那首 喝酒奇午的作品 就這樣寫到 結盧在人境 而無車馬 酸 OK 就是沒有那麼多的 繁華鬧市裏面的 那些 嘈雜聲 問君何能以 深遠 地至天 就是若果你的心頭是很靜的 若果 你就算離開這個繁晓俗世 離開鬧市區好遠 你的心是靜的 之後那句就很有名了 蔡谷東離下 幽然見南山 其實這樣的心態 這樣的耕種 然後呢 我們很喜歡用一個 成語叫什麼 粗茶淡飯 嗯 究竟是否對我們自己的 飲食習慣和健康 有 positive 的影響呢 就是 有幾奇怪 究竟什麼根據 自己種 自己種是辛苦的 買人家弄好了 當然會簡單 你說 有農藥嗎 那我買一些有機的 那究竟是否後面 還有一些東西呢 是我們見不到的呢 今天呢 我們會一站一站分析 究竟為什麼會 這麼大的爆炸力 令到我們身體長長 但是還有 過程都這麼好呢 自己種和自己住呢 原來有 裡面有秘笈的 原來 好 謝謝趙博師 我們稍微賣賣關子 廣告之後回來 繼續一起 再跟大家探討 合泰興建材 Liberty Home Supply 等等各款 榮牌門窗 建築玻璃 柱桂石材 奇酸地板 維玉五金 各種裝修材料 應有盡有 合泰興產品 價格超頻 7000營業 我們結盡所能 提供全天候服務 無求令你駕駛 換言一聲 價值大聲 合泰興建材 Liberty Home Supply 在三藩市 238號 並精選大量特價產品 手快有 9萬5 發生電話 415-642-6288 415-642-6288 建材精英 合泰興 美游家旗 暢遊西班牙加葡萄牙 8600萬 百月2號出發 緊碎799 一個人在六大城市 一次正達卡 經典景點盡纜 含四星酒店 特色美席免費贈送 百年老店達他 歐洲大陸最西端 羅卡國 彈卡古香 里斯本 西班牙最大港口城市 巴塞羅南美景 托雷哥 弗爾公園 聖家族大教堂 馬德里皇宮 轉前銜接 希臘加意大利加西班牙 八天地中海右輪 要旅遊找美游 美游家旗 報名電話 408-990-3366 408-990-3366 劉偉牙科醫學博士 專醫植牙 牙周病 牙齒美容 採用先鎮3D植牙技術 毛痛安全 收費合理 並有可負擔分期付款計劃 劉偉牙醫博士診所地址 唐仁壽PowerGuy 1421號 預約電話 415-362-8868 曾搞動人傳語 天職未來童話 2024年 星島親善小姐競選 如果你連門15歲 未分 有合法身份 並諮詢自己合乎 親自美麗標準 要入到余惑版 下一位孤面佳麗 可能就是你 我們參加了星島精善小姐選舉 在參與很多副頭社區活動的時候 不但在坦土 儀態 文化交流等獲得學習機會 更增添了自信和舞台經驗 也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成為星島親善小姐 更是一次發現自我的難忘旅程 歡迎你們也來參加這個美麗的成長之旅 星島親善小姐獎品包括 三千元獎學金 每月優勝者獎品 適適分紗攝影 人像攝影服務 參加辦法詳情 遵參與星島日報 2024年 星島親善小姐競選 主辦領導日報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回到今天第二節的健康大數據 繼續聽聽趙博士講講 我們約講一下自己來動手 種出來的食物 我們再自己煮熟它 吃回去 在整個循環當中 有些如何正確的 對我們健康的影響 有請趙博士 我想跟你說一下 這一節第二節 我再跟你說一下 你知不知93分是100分 算不算是一個好的分數 你說若果滿分是100分 100分 對 都算不錯 絕對是一個A 對 A 91可能叫A- 93應該入了A 94 是吧 94分和93分都算 應該是吧 但是如果我們改了那個 那個叫做情況 就說你帶著100個學生去露營 然後拿了簽紙 然後帶了93個回來 是不是可以給你一個A 可以給你一個A 就是A類通緝犯那些 是不是 然後還有 你找個投資顧問去幫你 你給他100萬 然後他拿回93萬給你 那就變成聽炒了 就是跟你 對 所以我們要看看那個 context 我們要看清楚 究竟如果要 為什麼有人說 如果你想做的事情 做得對 If you want something done well Do it yourself 就是說要自己做 好像很辛苦 什麼樣樣事情都這麼辛苦 我們現在進入去那個 我們上個星期就是說 一些吸血蟲 進去的身體裡面 或是在肝裡面 搞到東西壞掉 它到處咬 原來西洋菜洗得不乾淨 或者生生地 都可以遇到這些肝吸蟲 你想想 在家裡煮 是不是少很多機會 肚瀉肚餓 對不對 當然 當然 有數據去幫助這件事 就是說 不知道為什麼在家裡吃 整個過程裡面都會 每一個環節 你自己動手的話 都會 放心很多 乾淨很多 是啊 但是靠媽媽或者爸爸 真的未必是自己動手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靠媽媽和爸爸都好過在外面 靠外面 那究竟 但是 但是他又不是靠這件事找食 為什麼那些食物會好這麼多 而開餐廳的呢 他根本那個飯碗就是去賣 賣食物的嘛 為什麼會多了這麼多 叫做食物問題呢 健康問題 是不是很有趣 嗯 難道他想打爛自己的飯碗 不是的 是不是 我猜這件事跟我們平時 你說買車 或者買件衣服 去找一些專業人士 給你一些建議 是不同的 這件事是要吃下肚子 是真的埋了身 應該就 如果是以這個經營來講 他想要做得更加衛生 他就意味著要付出更加多的成本 嗯 所以在這個時候 若果拋下時間成本 和物料上的成本的概念 我們可能 真的 是應該差別不大 但由於食物這件事 既然是吃下肚子的食物 那他講真的 最最重要的事 就是原材料 和他的時間成本 這兩樣東西上面 若果想節省 就不會好的 所以 厲害 你真是厲害 真是厲害 因為你分析了這件事 真的和他相衝 就是兩樣東西 你想要的 根本上從做他的生意來說 那怎樣賺錢 慢慢弄 有些東西爛的就扔掉 扔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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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掉他便是虧本 那你不扔掉他 煮了他 反而有錢賺 那是不是那個問題 就出現在那個 那個情況裏面 你整堆菜 整堆肉 有些 由早上煮到晚黑 還要煮到翌日 那些雞蛋怎樣做 就是一早發光 有閒事就做好 等遲些可以大量生產 就是大量生產的問題 當放進食物裏面 食物會變化 不是只有你吃的 菌也會吃的 所以變成了 當你早上煮好東西 是晚上黑 撕好豆 煮好菜 就開始有問題了 或者那些肉 做幾尾 要做好 要醃好 如果醃得剛剛夠 又要看著健康 那他未必可以放得到 要放多些份量才可以 可以放得到 但這樣又未必健康 所以外面食物那樣東西 就是很難可以好 因為除了大量生產 他還要等久一點 那他一定要放重很多份量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 為什麼 我們住在城市裡 沒有想著 如果要自己做好 怎麼搞 為什麼自己做好 又有什麼幫助呢 自己做好 最奇怪的是 我們人體是要動動的 最奇怪 我們人不是做出來 坐在這裏 或者躺在這裏 我們要有動動的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工作 都是坐在這裏 少些是躺在這裏 越少動動 但是大多數都坐在這裏 駕車是坐在這裏 坐車都是坐在這裏 坐車回家 那你就不用駕駛 都是靠坐的 還有就是我們生活 仍然都很緊張 緊張什麽呢 不是 哇 有隻獅子走下來 會咬人的 不是那些 我們緊張是 哇 我們是走去動物園 看獅子 還要付錢 是的 就是錢作怪 就令我們很緊張 我們最緊張是什麽呢 哇 原來草不夠 草不夠 但是命又長過頭 現在有些這樣的問題 就是 牠長不重要 如果是好 牠是不好 命不好 周身又痛 還要爛 然後呢 然後呢 唉 自己想伸下去 去剪掉腳甲 也剪不到 因為 伸下去也有問題 啊 然後拿東西又有問題 痛 那就是拿不到 但是 又還未走得 做人 還有二十年 然後呢 那些錢不夠 那怎麽呢 那就緊張了 你不用去到那時 那麽想 你現在聽到我這樣說 人都緊張些 所以我們沒有動 而聽到那麽緊張的事情 啊 就會生產很多毒素 在身體上 第一 被你說到我都緊張 哈哈 我們放鬆少少 哈哈 考試休息一陣 好 讓我算一盤數 我到老的時候 錢夠不夠用 我們考試休息一陣 去廣告 回到第三節 我們的健康大數據 廣告之後見 時間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星島中文電台 你不正收聽的是 星島中文電台 粵語台 互相尊重良好教育 倫理互助 毫無語言障礙 我們相信 這些都是社區安全的關鍵 由華人進步會 社區青年中心 華協中心 和華人權益促進會 組成的CCSJ 社區安全和正義聯盟 通過複和式正義和安全講座 青年補助 和領袖發展的計劃 外展服務 以及爭取語言權益政策 致力構造長久的社區安全 詳情請電 415-391-6986 腳和速度有痛楚? 行路都有問題? 找方剛祥足科醫生 快足獲得舒緩及治療 受費制宜 接受大部分保險 950號3807 電話 415-362-6602 415-362-6602 星島日報 最受歡迎華文部長 慶祝星島日報 86週年 晚宴繁花之夜 將於8月18日 星期日 傍晚6時半 在藍沙凡市 會展中心舉行 環花夜上海服裝修 經典金曲傳銷 精彩呈現 視聽國盛宴 表演嘉賓 香港月曲新秀 梁振文 梁芷琦 不容錯過 標價 DRT每位198元 10人值188元 普通值每位168元 10人值158元 座位樂限 購票重促 購票查詢請電 市場部 650-808-8888 專載贊助 華美銀行 伊力神若葉有限公司 劍峰建築材料公司 銀級贊助 東華醫院 CCHP 東灣及華域 同級贊助 Granite Expo 建發石材 綠福珠寶 星島中文電台 全新廣播無聲 下週兩點之後的節目 轉為網絡播出 收聽方法有三種 分別是手機APP 聲透跳頁 星島WiFi收音機 和星島網站 Android手機 請到Google Play下載 輸入SINGDAO TV 蘋果手機 請到XDoor下載 要購買星島WiFi收音機 請即致電 650-808-8888 歡迎你帶來更清晰的 立體聲網絡廣播體驗 快樂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4時35分回來 今天第三節的健康大數據 我是Renee 在電話那邊 有我們聽著朋友很熟悉的趙博士 好了 趙博士認真令到我緊張了緊張 在那裡計算一下數 剛才說廣告時間 按一下計算機 就不知道自己 夠不夠用呢 其實 這一重擔憂 大家真的 在你可以動動的時候 讓自己多動動一下 少享受一下 譬如說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 有這樣的體力 也有這樣的條件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食物 親自用自己 和泥土的勞動的結合 令到它長成 這個 自然的一種生物 然後再作為我們自己的能量 攝取進去 按照計 聽趙博士的畫風 應該是 對我們很有益的 好 我們繼續有請趙博士 是的 我們想想 我們經常坐在這裏 接著聽了一些緊張的事情 說將來如果一條命 長過自己的錢 那怎樣呢 慘啊 我們要賺多些錢 那賺多些錢 怎麽知道 賺一賺一賺 就多了幾個病回來 因為平時沒有照顧 還有 聽了不知些什麽的事情 說 退休不夠錢 所以一早 年輕的時候 都放下去 希望等它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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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又儲了它 但就變成現在沒得用 那現在沒得用 要怎麽呢 吃罐頭 嘩 吃罐頭又多些 又多些 鹽份 所以就是說 這個惡性循環 希望在這裏這樣說給你聽 還有帶回大家 想起以前 讀小學時候 出世沒多久 讀小學 有人告訴你 要升中學 升中學之後 會發生什麽事 就是考會考 如果考得不好 在 Form 5 就不能升 Form 6 那 那 怎麽呢 不能讀大學 那又怎麽呢 那就要去移民 移民 移民 移民就有機會了 你還記不記得那一套 哇 你打算那套完了之後 好了 讀完大學 回回來 現在又聽這一套 就說將來長命那頭 不夠錢 那又搞成怎樣 哇 你一抹只坐著聽這件事 都這麽緊張 讓我用這一個第三節 和第四節 和你說一下 那些 可以令到我們 為什麽種植 會可以令到我們 沒有那麽緊張 第一 在外面種植 不多不少 都接觸外面的環境 外面的環境 沒有說錢 沒有說長命的頭 不夠錢 沒有說考會 考不到 又不能入到大學 只是說每天都有機會 陽光來 每樣東西都會有生長的過程 你 就拿著很多東西 有生命在你的手上 你看到那種種子 變成一棵植物 而那棵植物呢 如果你用一棵 是吃得的植物來養 你就有機會吃完它 煮完它 啊 那個感覺呢 壞了都不要緊 不就再來過咯 再種過咯 種到自己是息為止的 啊 你說 需不需要大片地來做這件事 這個concept很重要 是個concept重要 不是要幾大塊地 不用變得很有錢才做 因為 有盆栽這件事叫幫曬 可以細細棵 都可以做到同一個感覺出來 甚至你說想吃得的 有些是吃得的幫曬 那所以呢 食得的盆栽 就可以令到你 嘩 可以享受一下 有些是車離子盆栽 就是你現在太陽有環境 就已經是會製造 加了多些維他命D3 還有熱天啊 有外面啊 但是另外的心境又不同了 你說 啊 那除了這樣 在這個自然環境裡面呢 還有些什麼會舒緩壓力的呢 不一定是要盆栽的啊 可以是 魚缸裡面有一棵植物都可以的 就是你在那裡的魚缸 或者瓷塘啊 少一點的瓷塘啊 去看看那些植物 看看那些青蛙 那些龜啊 看看那些呢 整個人的壓力呢 都會舒緩 所以有數據講關於瓷塘 對個健康很很重要 減低壓力 還有令你清醒一些 看東西清醒一些 那些水聲啊 慢慢的那些水聲啊 啊 舒服很舒服 真的那個腦呢 所有那些神經緊張的東西 減低了 你不要等到很緊張的時候 才做這些東西 平日做 令到心跳減慢 Mood又不同了 在同一個第三節裏面 由緊張到那些 還有有沒有試過見那些魚呢 游來游去 那些金魚啊 龍等啊 還有那些 那些日本那些 Koi 那些錦鯉 你慢慢看它 其實不一定要貴的魚 有隻叫做Ruby Red的Minnow 平日是用來餵魚的 你可以拿少許那些來養 又得 不想養魚 再小一點的地方 養蝦仔 蝦仔原來有綠色啊 有藍色啊 粉紅色啊 那看著它 有蝦糧買的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要養寵物呢 因為在現在的時期裏面 我們看一些數據 大數據 原來寵物呢 是會令到你舒緩壓力 但是不一定是隻狗 或者貓 可以是我剛剛講的那些 那你有少少那些水流 因為你也有個filter 你正到它 還有還有那個心境 就是原來 它們全靠你的 你的魚全靠你 你的龜全靠你 當你做了另外一種生命的靠山 你看法又不同了 那這樣東西呢 就是叫做水的therapy Aquarium Aquatic therapy 還有 如果在那裏呢 還做一下冥想 在那裏面呢 想一下 將來 但是用那個角度 那些魚都不怕了 或者龜也不怕 你怕什麼 那你整個人 不是說不需要怕 但是你根本不會想 那麼多害怕的東西 你現在 只會擺多些時間 因為你 對於那條魚 或者那隻龜 已經有了感情了 你說我改了個名 你整個人都不同了 這些呢 就是mental health 這些呢 不是說要大幅地 要很多錢才做的 做一點點 做多一點 就會變成專家的 因為你做了很多年 從現在開始 一直做下去 這樣呢 哇 那你就 你的身體 就不僅是長 是會說為Quality 每天都會好 這個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 Gardening 為什麼我們要Fish Pond Aquatic Therapy Gardening Therapy 這些呢 為什麼我們要Cooking Therapy 自己煮的時候呢 你會開始對 就算今天的節目 都有不同的興趣 是 謝謝趙博士 除了我們 如果我住在柏林 我又沒有地方去耕種 那是不是有什麼 其他更加健康的方式呢 就是節衷一點點的 不是說 我沒有花園 那我怎麼種菜呢 怎麼養豬番茄呢 但是 譬如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有什麼 其他方法 可能未必是一定要自己 自己種 但是 有沒有其他 那些 可以吃得放心一點的呢 令到自己 現在呢 不需要那些地方大的 譬如一個小的魚缸 或者一個盆栽 小小的 可以是有些沙 其實整個盆栽 邦斜的那個原理呢 就是令到那棵 本來是棵樹來的 令到它縮小了 而縮小了 它很慢才大 但是你只要看著它 在那個 整個泡 就最重要了 就是 放了它下去 哇 你去刮一下那些沙 整個人都放鬆了 讓東西拖慢它 是嗎 拖慢它 其實呢 就等於 有一棵這樣的植物 它其實不是說 要怎樣美觀 又或者要佔幾大地方 怎樣觀賞它 很宏偉 不是 而是有一棵這樣的東西 可以令到我們在家裡 減慢了我們的生活節奏 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沒錯 還有 當你放這些東西 在你家裡 整個人都會覺得想回家 會回到家裡 也都會 哇整個環境不同了 現在不是大裝修 是你要放一棵植物在那裡 它又看到你 你又看到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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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apy 就是因為你現在 要照顧另外一個生命 不一定是人 只要你有一個責任在那裡 你的生命就會改了 因為你現在 是 你不健康 那它吃什麼 你不健康 那誰淋水 是不是 不需要多的 只要做 明白了 這個 等於 在責任的趨勢之下 我們也會更加對生活著緊 好 謝謝趙波斯 我們稍試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廣告之後見 謝謝 謝謝 精彩 更新增加倒數計時功能 煲湯手包沒煲洞 那有什麼優惠 原價88元 現在特位價69元加稅 幾百學生 手法有手脈帽 機會保養卡 還可以參加金龍大抽獎 不是吧 這麼划算 我立即打電話訂購 650-808-888 650-808-888 最近都不知道走什麼壞運 什麼事這麼嚴重 兒子經常咳 媳婦又經常鼻塞 孫子經常狠狠 手腳腳腫起來 更紅了 你有沒有去看醫生 當然有去 醫生只開了敏感藥給他們吃 沒什麼用 病情也沒有好過 病情這麼像我上個星期 看那篇煤菌文章的內容 他們說這些可能是感染煤菌的症狀 你家裡有沒有試過發生流水 或者水浸屋 那我又好像有 今年一如份那次大氣河風寶 煙風煙煙 屋頂又漏水 風框又滲水 大地品更濕了 但是我一早弄好了 那你有沒有燒煤完才弄 那又沒有 那你家屋就有機會發煤 快點找MyPL & Filament環結成公司 他們的專業服務 一定可以幫到你解決問題 快點去星島摩摩打網站登記 記住 是www.moremallda.com 或者打電話 650-808-8884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4時49分回來 今天最後一節的健康大數據 我們繼續聽聽 趙博士跟你說 關於我們責任地指養一些寵物 和綠色植物 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怎樣的正義影響 第四節 時間真的過得快 我們想想 有一個叫做Henry Ford 美國車牌子叫做Ford 而他以前有個金句 如果他問身邊的人 他想要些什麼 才去發明的汽車 才去發明的汽車 身邊的人就會說 我要一隻馬是快一點的 他不會想到汽車 他只想要一隻快一點的馬 聽到今天的節目的人 要聽完整個過程 還要聽到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節目 由以前的 聽我說的到今時今日 我今年就是50 有些人聽到我 由我二十幾歲 說到現在 二十五年 那時候我就是看到 一些因為讀開醫 裡面 還有讀開科技 裡面 我看到很多 很多東西 特別一個人一路轉變 一路上年紀 我看到 如果你想想賭馬 賭錢 那又健不健康 如果你以前沒有AI 沒有那些東西 不會有這麼多人看那些數據 但是都是有研究者會看數據的 就發現了 如果你不斷賭馬 那你下一件事會做什麼 當賭贏了 會做什麼呢 就是會 再賭 是不是 你賺到錢了 那你會做什麼 不是去買健康 不是想身體好些 是再賭下去 繼續賭下去 賭到 可能會輸了 或者賭到 用了一些時間 賭到自己老了 未必一定輸的 可以是贏 就繼續賭 贏反而更糟 因為贏 更多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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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去了哪裡呢 就是 原來是去不到哪裡 就是不停在循環裡面 見到同一件事 是錢 買到一些東西 看看有沒有贏 輸的機會 然後贏了之後 又再有些錢 又再買到那些東西 你似不似八十年代 打那些PACMAN 然後呢 有什麼目標 原來只是看它加分 所以變成了 或者拼搏的那些機 整來整去 所以 因為有很多這些 這些遊戲的模式 就變成有研究可以看到 原來人類 如果不停做同一件事 這個腦子會萎縮 和會變得 沒有了 那個叫做 free thinking 沒有free thinking 的時候 即是不會有空無事 想想想 如何令東西健康些 如何關心身邊 一些殖民 哇 賭錢的 他會說 我最重要要賭啊 你是不是 所以這個 addictive behavior 就剛剛跟我剛才說的 是相反的 連吃飯吃什麼下去 都不理的 最重要要快點 再去賭 那你會看到 就是人的腦 和人的身體 人是要活動 要動動的 賭的時候會怎樣 除了按一下腳 摘一下腳 是不會有動動的 所以變成了 我們為什麼要和 nature 叫做生活環境 有個接觸 和不可以走一下公園 這麼簡單 走神運 你是要和它有個 叫做有個關係 你要製造那個關係出來 天天去看一下時候 不只是走個神運 走神運 不關你的事的 你的影響對你的身體 因為不關你的事 你不是這樣去走 但是如果你走去那個地方 那些植物 都靠你了 你就看一下它 因為它隨時被人襲擊 什麼會襲擊它 有蟲會襲擊它 有其他野草會襲擊它 吃了那些營養 連太陽都有機會襲擊它 因為熱過頭 沒有人淋水 或者今次熱過頭 或者打風 日曬雨淋 但是那棵植物 是和你有關的 所以就算是盆災 盆災也好 因為盆災 受不了冬天 你一定要帶它 入家裡 小棵 但是 甚至有些盆災 大家喜歡看櫻花 櫻花 櫻花要靠很大塊地 要有樹 如果你要令到它 和你有關係 你令到它變成一個邦曬 學整邦曬 也是很健康的 你要學會怎樣咬 和喬 那棵植物 令到它變成一個 藝術和樣貌 在這裏 哇 這個角度 就是本來不是的 現在變成一個 那些日式的盆災 這個過程 是會令到你的身體 有個叫做 Responsibility 和Accountability 和你有一個很大的 責任關係 在這裏 因為它將會變成 什麼樣子 在這裏 就完全靠你了 所以 哇 原來這些藝術的東西 可以是很健康 和對身體非常之好 就剛剛和賭錢相反了 是的 藝術和賭術 被你選一樣 記得選藝術 哈哈 哈哈 很厲害的 你想想為何這些藝術家 會出了名 因為它 竟然放在那裏 動動到那些人的心 哇 一望一眼 就改了它 一生一世 哇 這些就值錢了 所以這個 但是賭錢 是不停重複同一件事 只是那些數字遊戲 只是你沉迷了下去 那樣東西 對腦也不好 對心也不好 對血管也不好 各樣都不好 所以你要想一下 人呢 我們多些動動 和擺在正確的環境 那質素提升呢 那你就不用理會 你的質素是怎樣的 因為每天都這樣 每天都是一個good life life is good 很重要 嗯 好 謝謝趙博士 我們辛苦你了 下星期再回來 我們一起說 今天的節目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 在大氣電波當中再會 拜拜 拜拜